球王美斯最终于周日国际迈阿密对港联队的深赛没有上阵 球队赛后解释因美斯有伤在身 见引起公愤 成全程甚至国际热化 巧合的美斯迪斯朗拿渡2019年到访南韩时 也于热深赛全足全场 球迷虚报 情况与今次类同 当年曾有球迷告上 停 最终更获得赔偿 球王美斯于上周五率国际阿密迪港后 全程即掀起一股美斯热 齐齐期待日的热身赛可现场一睹美斯的风采 虽然美斯周六有轻松参与球队训练 但周日正赛美斯却穿上风吕长裤 全程坐在后背席上 最终未有上令全场期待而久的球迷相当愤怒 高呼回水 正齐后甚至就此事曾两度发声明 2019年7月 当时效力云达斯的C朗拿渡随对到南韩与韩直明星对境 有一赛 门票最贵高达40万韩还约2400港元 当时韩媒透露合约列明C朗会最少上阵45分钟 然而C朗最终后背席坐足90分钟 全场集虚声不绝 祖云达斯叫沙利赛后表示C朗因肌肉疲劳而未有上阵 情况 今次的美斯风波相当类似 事后 共有162名南韩球决定就此事入禀法院 控告赛事主办单位的FASTA虚假 传该活动 对球迷造成金钱和精神损失 最终 少 中央地方法院命令的FASTA向每位原告人退还一半票 外加约6万韩还约350港元 星岛申诉王推出全 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邀 名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 我要赞取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 新浏览更精彩内容